花莲县政府日潜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19栋 举办本年度第二场花莲城市美学奖座 特别邀请荣获第24届台北文化奖新锐得主 公书章前来分享 一切从非典型思考 翻转城市与赋能 透过工老师与工部门共同协作 城市整体规划及城市设计的经验 提供花莲未来建筑硬体的新建 或是旧建筑活化的新思路 欢迎政府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第19栋举办本年度第二场花莲城市美学奖座 特别邀请荣获第二次世界 台北文化奖新锐得主 公书章前来分享一切从非典型思考开始 城市翻转以及赋能 透过工老师与工部门共同协作 城市整体规划及城市设计的经验 公书章提到当代新旧建筑物 已经和过去及着重外观美感有极大的差异 建筑设计在当代首先必须考量人与建筑 建筑物之间的共生关系 他分享过去与台北市政府合作 申请世界资助的经验 从开始盘点台北市的历史文化 以及城市资源之后 以策展的方式呈现未来城市设计的规划 就是要让市民一同了解台北市的过去 以及未来的方向 达到政府建筑设计以及当代军门三个共识 最后才能够实际工程动工 虽然必须花费长的时间才可以看到成效 但是他非常强调 这样的城市才能够与民众有所交流 而非是建筑 虽然学众也在加入作团会提到 一个城市要进步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创 过去的城市建设是主动在人与建筑体本身 当当代与外来的建筑概念 必须将建筑体完成后的附加服务功能也考量进去 而花莲的公共建设是以服务为出发点 才能够让大家一起来共有以及共享 花莲近年来陆续修复历史建筑物成为观光景点 不外乎为花莲观光立宪 除了观光价值之外 是否深入思考给建筑有其他的社会功能以及价值 经由这次作团会 可以重新思考后续建筑活化后的新定位 让花莲有更好的观光环境之外 也藉由建筑带动花莲的文化教育 以及推广在地特色 记得继续和收视频道